来看一下我们 小赛和朋友 欢迎我们两位新朋友的加入 挺好位建长 小赛你好 小赛你好 凯凯你好 太帅太帅 太帅太帅 村东老师你好 你好太帅了 一个劲的太帅的太帅 您是说两位谁呀太帅 都特别帅 一个穿着我们的制服上来了 这个冰丝沙场 凯凯的军装 这是我们的年轻小伙 然后凯凯 王凯凯 两位您都认识吧 认识 这个是上次我们开奖节目 我们也看了 非常的一句有名 他的属于他自己的话 非常的让我感到很震撼 哪一句 别人都追求百万名表 我戴过的表就价值百万 不是你这么一说 你把人中建长的意思 曲解了 建长的意思是 别人都是戴着一块百万名表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是 而我的人生价值是 一块普通的手表 如果被我戴过之后 他将价值连城 什么叫建长只追求百万名表 代表了吗 你说说反了 郡凯 很高兴 对 上次还来我们航天中心 对啊 而且上次我跟郡凯 还一块来过咱们航天中心 对对对 对吧 那也是好几年前了 很久之前了 好几年前 郡凯对身边的这位建长 来 两位到这来 郡凯的身边的舰长熟悉吗 对就是今天 因为每次来到我们航天中心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嘛 然后呢 这次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跟我一起出场的这位是中国的首位女舰长 叫做违惠小老师 特别荣幸 郡凯我也非常荣幸 我想我的建员一定希望就是能够带点你的签名回去给他们 现在啊 韦建长 您的脸上全是字幕 是不是啊 全是弹幕 对对对 我觉得已经看不见他俩了 是是是 已经看不见他俩了 把弹幕帮你们扫一扫 郡凯太有意思了 说每次来航天中心都有非常新奇的体验 对 本来以为在航天员中心 只能看到航天员 没想到碰到了一位海军的舰长 我也没想到能到这里 见到了我们所有年轻人的偶像 今天啊 包括陈冬老师 包括小萨老师 年轻人的偶像 其实待会儿还会有很多 还会有很多 非常期待 现在此刻台上的你们三位 都是年轻人心中追随的目标和榜样 当然今年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舰长当时在做开讲的时候 还是实习舰长 是 现在已经毕业了 没错 已经成为正式舰长 太棒了 而且经常你在朋友圈里看见朋友 有的时候买一辆新车 喜提什么新车啊什么 人家舰长前不久喜提一艘新的军舰 没错没错 现在正在接一艘正在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 太酷了 太酷了 什么样的凡尔赛比得上这一艘一起 现在我正在接一艘新的导弹驱逐舰 但是至于是哪艘舰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来两位请这边请 我们所有今天来的嘉宾第一件事 在我们的留言簿上 在我们的提问本上 你看刚才这是我们两个人给2021提的问题 2021年我怎么怎么怎么 你最想知道的问题 好的 或者你心里最大的愿望都可以 然后这是陈东老师 我能再飞上太空吗 非常期待 对 当时他问这个问题 我说只能问领导 我们这里可能回答不了 但是接下来分享一下两位 您先来吧 好 好 好 不客气啊 这还客气啥 你新的导弹驱逐舰都拿到了 我说了 2021年 我的导弹 这我瞎说的 跟导弹没关系 三千米 我三千米 能 是什么三千米 跑步 跑步啊 跑步 那就三公里 跑步三公里 十三分 哇 十三分 三十五 十三分 哇 对于女同志 这个 这个 成绩已经 很了不起了 对 在我的年龄段 这个成绩是 一百五十多分 上次我见您是什么时候 回舰长 是 2019年四月份 两年了 是的 两年了 您的风格一直没变 您开的 您走到哪 您就把军舰碾压到那 非常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还要不战而屈人 已经屈服了 我三千米能保持十三分 三十五秒吗 这是什么概念 介绍一下 这是源于我在八年前 跟当时军校大三的学员下了一封挑战书 当时呢 我说我也不比 现在 就比十年后 也就是 其实是2023年 其实我当时三千米的成绩 也达不到这个成绩 但是呢我就说跟他们比 我要在十年后 要能够跑近 并且一直保持在 最年轻的男军人的合格标准 我要是问您这个问题 我得倒过来问 我三千米能保持三十五分三十一秒吗 不不不 你肯定也很快 不是 五十三分三十一秒 不行 这太厉害了 三千米这个感觉啊 跑到地 我觉得差不多跑到 两千米走 一千五到两千米的时候 是进入极点的时候 对 是特别痛苦的 必须要咬牙坚持的 这个待会我们再分享 好的 俊凯 年轻人写个猛的啊 猛的 你看刚才伟健长都三千米了 你怎么也得写个五千米 这里就你最年轻了 这个二还描他干嘛 看到第一个二没写完美 还描两笔 一个完美主义 完美少年 2021 我能再跑二十个马拉松吗 都被带到沟里去了 再开 我能再开一艘军舰吗 应该是演唱会吧 对 对演唱会 开演唱会 还真是 猜到 你猜的应该是对的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 肯定能实现啊 疫情 也就说明了祈祷签名 还真 祈祷疫情过去 疫情过去 因为现在开演唱会的话 对 要想开演唱会 是必须是很多 现在在网上 也可以在网上直播演唱会 云演唱会 但他说的肯定不是那种 云演唱会 你说的应该是现场 带着观众 大家有互动 有那种气氛 有热情 有尖叫 有掌声的那种 到时可以给我们几张票吧 一定 一定 我们要预约 您的要求也太低了 少了是吧 太低 几张票 到时候我们包个场吧 我们仨坐在下 这不行 对 好 来两位 过来坐着聊吧 我已经知道 你们2021年的 最想的 怎么坐 我们看看啊 您坐这 我坐这 然后 我坐哪 都行是吧 随意坐吧 都行 那我抢个位子行吗 好 我能抢这吗 2021年 俊凯是想开个演唱会 但是我发现了 俊凯用的语句是 我能再开一场演唱会吗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之前肯定是开过演唱会 对吧 但是2020年开了吗 没有 没有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是的 本来2020年是有计划的 对 然后因为 其实这次疫情 应该是打破了我们 大家很多生活的节奏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次 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次比较重大的挑战 但我觉得它其实也是 给我们一种 暂停 暂停开始的 另外一种新的生活 我觉得 也能给人思考很多吧 可以让自己稍微停下来 对 回头看一下来时的路 然后感受一下 自己的脚步 节奏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重新再出发 所以我能感觉2020年 这一年很多年轻人 就过去 我们在节目中见到的 有的时候 大家做节目见到的 是 估计我们都记得 像孩子一样的年轻人 突然一年之间 成熟长大了 长大了 您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俊凯的时候 那大概得是 十年前吗 有这么久吗 有 肯定有 那时候你们仨都 还是真的是小孩 真的小孩 你过来的时候 那会儿才到我这儿 才到我肩膀 然后就过来 萨叔叔好 萨叔叔 一晃 真的大小伙子 上一次咱们俩在这儿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在航天 航天就是用那个 对 做我们的离心机时候 对 离心机 做那个离心机训练的时候 我们上回在这儿见过一次 然后这一转眼 2021年的第一天了 梦想是再开一场演唱会 什么规模的 怎么也得500人吧 至少是得 荣卖下来 各位三个老师 可以唱一唱 好 俊凯说 至少得三个人 你们仨得来 然后 演唱会的曲目 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定一下 好的 各种事 我还真不知道 一般一个演唱会下来 大概要唱多少首 一般是20首 20首 以上 20首到25首左右 然后这张中安静的 100分钟 这边宇航员已经开始算了 时间 一首歌 三分钟 四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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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到五分钟 四分钟那是前奏 算五分钟 五分钟左右吧 一般一首歌四五分钟吧 对 差不多 四到五分钟 20首歌 你得至少背出40首啊 对 那会罚钱呢 萨老师 是吗 那会罚钱呢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报备 一看 一句话 就把我们这些 没开过演唱会的人 直接碾压了 都不懂 要报备的 就歌曲的数量 对 包括人时长 还不能说 你高兴开到几点到几点 不行的 因为他对场馆 或者都是有把控的 那我们不到场馆的 我们说所有的歌名 我们到外面唱 那就犯法了 就犯法 警察的 好 这直接就犯法了 对 那就属于非法集会了 对对对 所以演唱会 开个演唱会 要准备的事太多 20首歌 那是绝对是个体力活 你还记得上一次 K演唱会什么感受吗 上一次K演唱会 我还很清晰地记得 那个画面 包括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跟所有的乐队的老师 还有跟工作人员一块去 把这个演唱会 从开始到后面 慢慢慢慢一点完成 那种兴奋感 我觉得都非常印象深刻 但也是累到 累到虚脱吧 最后当演唱会最后结束 你一个人回到化妆间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 突然有一种 彻底放空 但是又无比空虚和失落的感觉 就像高考结束了一样 我想那一瞬间是觉得很圆满的 对啊 就好多孩子高考结束以后 空虚的不得了 突然想 这个小萨老师是不是没有体会过 对啊 为什么我说起来 这么历历在目的感觉 但是我有共情过 共情 你虽然没高考过 但是大大小小的考试 就是当你为一件事 全力以赴地准备了 而它完美地落幕之后 是 那一瞬间所有的遗憾 所有的欣慰 所有的不舍 一下子都会引上心头 放空了 对 都会引上心头 你喜欢跟歌迷互动吗 对 我就是喜欢在那种演唱会上 随心所欲跟他们互动的那种 临时的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的 事先不经任何准备 对 然后看着情绪到了那个点 会有很多很多意外的惊喜吧 我觉得 所以他们曾经跟我开玩笑说 小萨 如果你要开场演唱会 你能把整个演唱会 变成个脱口秀 那绝对会的 最后发现整个演唱会 你可能就唱了一首歌 瞎子在说 对 这首歌就叫 我们也很期待 难忘今宵 说六最后 大家再见 我们也非常期待 这个也提前预约门票 开演唱会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两位有没有现场看过演唱会 我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 对 这个我也非常期待小凯的演唱会 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 没错 哪一年 哪一年 2001年 对 小凯 20年前 几岁 20年前 小凯 两岁的时候 韦剑长去听过张学友的演唱会 而张学友有一首名曲叫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就是写给韦剑长 是 哇 好有时代感 一下子 20年前 对对对 把年龄给暴露了 2001年 我刚刚开始做今日说法 这个我们也是坐在电视机前 这个看优秀的年轻人 2001年开播 2001年那是我第一年 还有就是 当时我刚刚入伍的时候 我们还经常看 叫首席夜话 首席夜话 对 对 当时也是中央一套的节目 是是 那时候小凯才两岁 还在看动画片 两岁 已经肯定已经开始唱歌了 我非常相信 实在 有吗 你是从小就是那个 特别有节奏感 音乐天赋 舞蹈天赋 没有没有 其实我小时候 只是 其实对这条路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的憧憬 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 家里人都是说 你要上学读书 都是 都是 没有没有想过 有做艺术这条路 后来是 偶然间听到了 周杰伦的歌 才喜欢上音乐的 我还以为小的时候 你爸妈给你看的都是 运在火箭的数字化工程 未来 这就是陈东老师吧 要成为科学家 但是后来成为了一个 用音乐去感染周围人的年轻人 所以有的时候 带动了非常多年轻人 有时候人的这个道路和命运 是在很多很微妙的时刻 就发生变化 对 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可能会影响自己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 您01年的时候在干嘛 2001年 01年我刚军校毕业 那已经可以开飞机了 我都 01年您 对 你比我小一岁 你比我小两岁 你是78年 78年 78年 我是97年高考 01年正好毕业 就已经开始到部队去开飞机了 已经冲上云霄了 对 但是没听过演唱会 所以01年的时候 你看大家四个人的交集 现在回过头 小凯 躺在她的婴儿床上 坐着奶瓶 听着周杰伦 然后 与此同时 韦剑长 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 恢复着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荧光棒 对对对 就是想办法再往前一点 再近一点 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而在我坐在主播台上 播这个今日说法的时候 今日说法 陈东正驾驶着战斗机 从我们三个人的头顶上飞过 飞过 这就是2001年的某一个瞬间 我们交集了 我们四个还不认识的人之间 的一个奇特的交集 谁能想到20年后 今天晚上坐在这 我们分享2021年的第一个梦想 和第一个问题 小凯今年大学毕业吧 对 能顺利毕业吗 对 此刻肯定弹幕上 所有的小凯的粉丝 已经怒了 把萨老师赶出去 希望如此 最后一年是要写论文了吧 对 是要写毕业论文了 毕业论文题目什么都 方向都定好了 还在寻找 这会儿还在寻找 因为我们现在在忙 会有那个毕业大学 都已经一月份了 还在寻找 楼月份就要答编了 别人效率高 快得很 一说写马上就写完 不过像他们现在 我觉得年轻人选择特别多 对 选择特别多 你都不一定 你像很多大学生 最后实际上你人生 从事了你的 最重要的一份职业 可能跟你的这个专业 都不一定有特别直接对口的关系 对 对 可能第一份职业 不一定是相关的 但是慢慢走着走着 可能又连到一起去了 对 所以现在对于小凯来讲 是处在毕业前的最紧张 但却又是大学时代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对 最后一年了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因为同学们相处了三年多 彼此之间也更熟悉了 是 然后即将面对别离 然后我是记得 差不多从这会儿开始 寒假过后 大家就在为着毕业 开始轮流请客之外 没错 谁要是有了着落 对对对 谁找到工作了 有了着落了 就一起庆祝一下 对 然后三五个好朋友 大家一块 不过现在可能不能聚在一块 是一顿告别餐 对 可能在宿舍里边可以聚一下 今天这个疫情 所以马上告别大学时光 有什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 最大的梦想和愿望吗 可能我个人的话 其实可能是比较幸运 是不用担心 大学之后的就业问题 所以其实在我的同学 他们还在惆怅他们毕业之后 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当然 小凯说别看我年轻 我都工作十几年了 功龄恨 功龄恨 所以我觉得毕业之后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今年正好是2021嘛 就是毕业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正好是开一场演唱会 开一场演唱会 就想在毕业之后 刚好也作为一个 这个可以作为毕业 对 设计或者 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吗 毕业献礼 对吧 毕业献礼 献给自己的四年大学生活 献给自己和同学 这太有意义了 太有意义了 这个门票多预定点 伟舰长就想着给你全舰的官兵 对呀 这可以吧 但您得赶上那一天 你们舰上放假才行 像你们一年365天 对呀 在陆地上能有几天呀 这个像19年的时候 当时在海上有230多天 这个2020年的话 就是到6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100天了 2020年 对 这才一半就已经100天了 是的 2021年您估计呢 2021年因为我 你如果接受一个新的舰的话 对 新的舰艇的话呢 就是可能它试验试航 在海上的时间不会特别多 在地面做一些 但应该也能在100天左右吧 所以在大海上的生活 和在陆地上是完全不一样 是 上回我跟那个小慧 舰长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 他说他们上了地以后晕地 对 没错 它不晃了反而 对 上船以后晕船 但是一到地面以后 怎么这地面不晃 自己人跟着晃 是 如果出海时间特别长的话 就是再回到陆地上 踏上岸的那一刻 真的感觉反而晕起来了 是 地不晃了反而不舒服了 对 但今天您这个2021年的问题 确实提得让我们三个男士 有点心理有点发虚 因为您刚才的标准是用的男学员的 对 男军人 男军人的 是的 13分53秒 35 13分35秒 是 您现在能保持这个状态是吗 这样子的 我今年在跑步机上跑 跑的成绩是这个 我的跑步机可能稍微简单一点 这个最高时速是14公里 那么按14公里的时速 就是这个装备限制了我的速度 这个最高速度是12分59秒 这个我们一直在讨论 包括武器装备 也是要发挥装备的最大性能 那么什么叫装备的最大性能 至少对那台跑步机来说 12分59 跑3000米 就是它的最佳性能 我是第一次听见 把跑步机跟导弹相提并论 我们的武器装备 所以到底哪一家厂家生产的 这个跑步机 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我们的舰长说 还可以再快一点 它的速度是被你们家的跑步机限制了 要不是设备的原因 对 要起飞了是不是 要起飞了 对 差俩翅膀 后来不能加速 舰长自己飞起来了 对 舰载机 所以这样 今天在这现场这一圈是多少 是说咱们来跑几圈吗 3000米在现场没有办法比 要跑晕了 没有办法比 但我特别想看一下 您舰长和宇航员 两个都是 我们都知道你们平时的训练 对 是非常严格的 是 魔鬼式的训练 可能跟宇航员还有点差距 不太一样 但是我非常希望就是 有机会能够不断地把身体突破我的上线 对 然后呢这个向宇航员致敬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今天现场由您来提出一个挑战项目 好 好不好 好 您可以选您最拿手的 最有把握的 当然3000米就算了 因为现场确实条件有限 跑步机跑十几分钟是吧 算了 那跑步机可能就你们家那个 我们这现场的 所以我们就不跑步了 好 用一个什么方式 您可以发起一个挑战 我们也是每次必须考的一个项目 养我起座 养我起座可以吗 因为我才服务成我比不够陈总老师 所以的话我想着就是可能 上回我去你们那儿 你们弄那个项目太吓人了 举炮弹 对吧 他们找了一个舰艇上的大炮弹给我举 我说你们这没有子弹吗 让我举举子弹的 胳膊的力量要很强度 太吓人了那个 所以今天不考上智力量 咱们考核心力量 对 好不好 来 怎么样 来 养我起座 好 您的标准是多少 咱们给一个定一个标准 我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考核的话 一般是两分钟 两分钟 不停地坐 按我这个年龄段 女军人我这个年龄段 61个100分 就两分钟 如果坐到一半坐不动了呢 可以坐着继续等待 然后呢 当你恢复过来继续坐 时长是两分钟 对 时长两分钟 好 那这样 我能先换个衣服吧 您要换坐训服是吧 换运动服吧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您先换着 好 我们先热热身 还有热身啊 我们三个挑一个人 出来跟您比 好不好 好的 你怎么样 我觉得 养我起座行不行 我问网友吧 网友看如果 大家想看你呢 我就不能 那不用问 所有网友肯定都想看他 所有网友肯定都说 俊凯 俊凯可能够呛 不是 你平时练过杨博曲坐吗 我听说你最近为拍戏 在健身 应该也会 也会 对吧 对 但我其实我们 我那个健身 可能跟老师的体能训练比起来 可能强度没有那么高 对 因为我们那个就 实际就是在健身房 主要是塑形 基础训练 你的健身主要是塑形 他们的健身 他们那是真的是训练 是体能训练 是体能训练 体力 耐力 所以这样 网友现在呼声最高的谁啊 你 我吗 那必须的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撒开聊 我们明年再见 走吧 走 先结束 我 我已经多久没坐养过起坐了 我其实前一段时间啊 前一段时间我还一边说着 半推半就的 我自己开始脱衣服了 你不用那么积极地帮我脱衣服 来吧 这俩你看 这俩队友 一听说网友想看我 过来主动地帮我拔衣服 我前一段时间还真练了一段时间 不看着应该是这样练过 但是后来有一天在家呀 陪我们家那俩小家伙玩的时候 我把肩膀弄伤了 受伤了 对 他俩活蹦乱跳啥事没有 我把肩膀弄伤了 我被两个婴儿把肩膀弄伤了 然后就停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核心力量差了很多 不过还好是腹肌可能跟这关系不大 因为没练 所以这块现在 你摸摸哪有腹肌 原来有六块 现在一块 我去 现在一整块 不是你这八块 你脑海里不是脑补的吧 可以的 趁为肩长没来 我先 要试一下吗 对 我先试一下 那我给你压着腿还怎么样 不用压腿 仰慕起座是吧 来 那么加油是吗 好 三 这算一个吧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很轻松吗 六十个 这样应该问题不大 这肯定 他们仰慕起座是要求胳膊肘是要碰到膝盖对吗 谁知道部队的要求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是应该是要 是要这算一个对吧 对对这就很标准了我觉得这个很标准 这三个给我记上啊 这三个 这算在里边待会儿 时间 你在后面推回去 那必须 网友要我什么 注意腰 注意腰 因为这个东西 仰慕起座确实是对腰还是有点 我讲这句话很伤人 对我这个年龄人来讲 要注意腰很伤人很伤人 恋仰慕起座怎么会伤到腰呢 难道没有人说注意一下肚子都注意腰 有见过穿高跟鞋里去连我起座吗 脚掌都放不平 俊凯尝试过仰慕起座能做多少个吗 我没有拼过那种时间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健身晚上有专项的 比如说练腹部的 练核心练腹 一般 但腹部一般像你们是不是做plank多是吗 也有做仰慕起座 平板直升 也有做平板直升 好多种动作 一共一天晚上 但现在我听说仰慕起座 好像确实对脊椎不好 对 是的 所以现在很多练健身的都是练卷腹 对 他不会全 对 一般就是到这 到这就好了好了 对 就行 他不会说到完全起来 对 因为那样对腰确实还是有一些 就要留着 SO 这边都会不想你 是一般确实 对那边 在那边 我们要来 这样做个小时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头朝这边 那行吧 这样我们做起来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才能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对 我们这个标准动作是手扶肩 不是抱脑的 对 手扶肩 对 胳膊肘触膝盖 对 算一个 是 而且我不需要人压腿 我也不用 真的吗 那还能讲的 是吧 好 那有人掐表吗 DRL 当然了 我掐表 我掐表 是吧 哎呀 哎呀 我虽然不让人压脚 但我能不能有人在背后推我一下 那我没问题啊 OK 是从坐的开始 就只要胳膊肘碰到膝盖就行是吧 就算一个是吧 是 这样算一个吗 这个请陈冬老师 这是您刚才说的 新创的 新创的 伟健长说 只要胳膊肘碰膝盖就行 新创的做法 来 这个东西 准备好 稍等一下把这个放在旁边 不要押上 小凯准准备好了吗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你们有其他的主持人 十一 后面可以顶班吗 十二 有备份吗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五 你们有想过在这个环节 十六 让主持人玩这个 十七 你们后面只望 坐 不是后面 你们这叫杀鸡取卵 后面没有劲说话了吧 你们这叫饮鸩止渴 你们这叫合则尔鱼 你们这一点都不可持续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话 说话也很好费底 对 说话很好费底 多少个了 有人帮我数吗 四三 多少个了 四四 还有十秒一分钟 小凯你的表坏了 我觉得已经超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到 五 三 不是两分钟吗 一分钟 五四 五 五 您差不多行吧 建长 建长 不是建长可以一直坐着我 给我们留点 留一点面子行吗 一丁点 六十 建长 六一 那就先做到我一百分吗 打扰了 这个小凯 哇 太厉害了 建长 这个 我 今天感觉到 没能发挥 您还没能发挥 最主要是咱们小萨老师 一直 这个 在 使用他的肺活量 在超长的发挥 我一直在打心理战是吗 对 这比较起来的话 你更厉害 你一直 边说实话边做还是很费劲的 如果您要是说刚才说 您还没能发挥 那我就是无能发挥 不不不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太厉害了 您做了多少个 六十一个 六十一个 而且关键是 到最后小凯说 停 小凯是记了一分钟是吧 一分钟 对 两分钟的话 还在笑着看着我 一边笑着一边说 不是做两分钟吗 刚才你们商量好了 只做一分钟吗 那就到这儿停吧 还是很厉害 非常厉害 你摸摸这儿 有效果吗 就出来了 八块已经出来了 是吗 八块 回来了 爷秦桧 这刚才 我做了多少个 三十三 你说那么大声干嘛 你微信发给我 不就完了吗 三十三 也非常不错 说那么大声干嘛 就是这么多人 对 而且这身装束 比较限制 这个运动才能的发挥 对 跟你们家跑步机一样的 对 谢谢 谢谢 这垫子要撤吗 陈冬老师 我还行吗 没有太丢人吧 非常棒 没有太给我们 没太给我们男同胞丢人吧 没有 我来 我来 我自己来 哇 你们这个 为了让着我 没让陈冬老师上 不是 大家想看 陈冬老师 陈冬老师刚才是说 这个让网友们 选 对 选 三个人当中 他们希望谁看 然后网友们问了一下 说这个做完两分钟 大概会是什么后果 然后导演组说 可能会抬出去 说外面 外面有救护车 后来网友们商量了一说 那就萨老师吧 抬出去就抬出去 有保底的 对 反正也不差他这个 我还是很累 完全不行 我觉得跟您比起来 我平时还觉得自己还行 我看一看 肯定是见过身的 反正就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 就是偶尔也动一动 看得出来 自认为身材还不算臃肿 跟您一比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目标是 到2021年达到特二级 我已经是军体的特三级 特三了 对 那么过完2021年 我希望我能够达到 并且长期保持在特一级 然后向咱们的宇航员致敬 没有 为什么是吧 您为什么要给自己 设定这么高的要求 不高呀 对舰长 咱们中国比如说 海军 对于舰长 有这样的要求吗 有正常的这个 对啊 您已经做到正常 我就完了吗 对我来说 如果已经到了一定的标准 那么可以再继续往前进步 对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 而且说实话就是 对 我们实际上这个 要考虑指挥作战也好 还有平时的 所有的训练也好 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是一切的基础 其实我觉得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我们委舰长说的话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首批航天员 也都50多岁了 那么他们如果要再次执行任务 实际上和我们 所要面临的太空环境是一样的 那对他们要求也是一样 他们和我们的标准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也在加班加点地在训练 可能不再局限于他们那个年龄的标准 他们可能那个标准要高很多的 对 我记得这个陈东老师也说过 他一直在保持训练 希望有一天 下一次 从上太空 对吗 下一次我要让陈东老师带您 去他们的离心机感受一下 我看过那个视频 我和小凯 我们俩都感受过 王俊凯当时是做了几个计 三个计是吧 三个 三个计 然后三个计就相当于是 三倍自己的重量压在身上 对 然后开始转 转完之后呢 它里面还有个灯 灯闪一下 你就得按一下 就是它能确保你的视力 你的反应都是正常的 就是你看着眼前那个灯 灯一闪你就按一下 灯一闪就按一下 然后就不停地转 最后他们还加码 还要给你出一道题 让你在里边 答题是吧 对 让你在里边画一个时钟 然后画出我们在外面 说的时间 就是你的反应判断 包括你的行动 都要能够处在 自己的控制当中 但是那个时候 手根本抬不起来 相当于胳膊 是平时的三倍四倍的重量 那么小萨老师 您是几个G 我是几个G 当时到离心机里边 我是属于模拟手机 我连几G 4G 4G 5G 没有 我是模拟手机 到这个离心舱里边 我到离心舱里面试过 在他们试完之后 我进去了 他们几个真厉害 小伙子 还是厉害 而且关键是 你知道他们试的时候 脸啊 都好好的 因为那个甩到一定程度以后 对 它是有那个离心力 变形 出来以后 人家那个离心机的那个老师说 萨老师 脸稍微有点松了 那是几年前 萨老师脸有点松了 后来我回 放那个回看 我看 惨不忍睹 你看了吗 后来 那个节目 看了 我看了 我的脸是这样的 在里面 就转的时候 对 它会有这个压迫 我会压 对 拉着 不要成这个样子 对 我那时候也想微笑 控制不了 是吧 对 我也想像王俊凯一样 微笑过招 实在不行 而且眼角往后飞 对 就整个人已经变形 眼泪也会出来 眼泪也会出来 不能够闭着眼睛 不行 因为你要看前面的灯 你还要操作 你还有操作 他们不能闭着眼睛 而且闭着眼睛 可能更容易就晕过去了 要时刻保持清醒 他们是做到八个计 太厉害了 而且他们有一个 放弃的按钮 如果受不了就摁 二十多年 航天中心 没有一个人 摁过那个按钮 我那天差点开光了 给你摁 差一点 我实在受不了 差一点摁 后来我想算了 二十多年都没人摁过 都不知道这个按钮 好不好用 搞不好你摁下去 那人根本没法用 是个假的 是个假的 对 是个假的 是个心理 所以没人用过 我想算了 别用了 可能根本也没用 所以真的 让我们确实 非常感慨 每个人为了梦想 为了能够回答自己 2021年提出的问题 这位是要回到太空 这位是要3000米 保持这个一定的水准 王俊凯 王俊凯是希望2021年 能再开一场 个人的演唱会 每个人都要为了梦想 疯狂地努力 所以这样 接下来我们请 我们的糕点师傅 面点师傅 糕点师傅你们也笑 怎么了 不能叫糕点师傅是吗 甜点 甜点 甜品师傅 好 甜品师傅 洋气一点 看起来很吸引人 请我们的面点师傅 甜品师傅 甜品师傅 谢谢 谢谢您给我们准备的甜点 非常感谢 这是给您的奖励 对 是吗 对 刚才您 获胜 仰卧起座挑战 获胜 好 那我分配一下 分配一下 我来分行吗 您来分吧 不过好像 是不是自己拿呀 现场说 我好不容易消耗了 几个卡路里 现在这一个蛋糕 全回来了 来 来 我想还是自己动手 比较好 不是我们没参与能吃吗 没参与能吃 这个不是 因为您支了很多招 对 是您把我推向前台的 您忘了吗 我躺在那儿 有您一半的功劳 我是不是可以动手啊 您出的这个主意非常好 让网友来选 一定我吃了也行 我自己动手啊 来 选一个 俊凯估计 你吃甜的吗 你现在健身的话 保持身材 很少吃甜的 很少吃没关系 这个太甜了 看起来很好吃 拿回去给王源和千玺吃 尝一尝 这样 此时此刻 在我们品尝 甜品的时候 让我们耳边 想起我们旅行团乐队 悦耳的歌声 怎么样 那应该有掌声吧 对 来来来来 这首歌是《地球人》的歌 好 谢谢 中文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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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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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Brown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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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 维维 贝斯 军声 鼓手 徐彪 琴踏 子军 我是一辰 I'll see you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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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是我们的周末玩具 2021 祝大家新年快乐 soot Hos 它怕 i come solving HHH 挺 挺 吸得平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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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旅行團樂隊 謝謝 你們在唱的時候 王俊凯心里在想 他们的梦想实现得比我早 今天现场 也算是开演唱会了咱们 刚才唱的时候 陈东还说呢 这算是他人生 第一次现场演唱会了 对 是吧 非常棒 非常棒 这样 刚才啊 我和陈东 在两位来之前 玩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最后玩得惨不忍睹 我听到很危险啊 不行 我还是做养 我起座吧 他们给了几个 就是英文字母的缩写 但是我估计俊凯肯定都知道 对 应该没问题 D R L是什么意思 D A B C D的D D R L 是个什么缩写 维建长您觉得呢 可以 我感觉很危险啊 我感觉我不知道 俊凯这一年长大不着 维建长您觉得呢 你肯定知道吗 你都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不知道 俊凯也是快三十的人了 对对对 哪有这么大 奔三了 奔三 也是奔三了 D R L 是打扰吧 因为现在年轻人口头 是吗 就类似像这样的题 出了五道题 我们俩就猜到了一个 对 就猜一个 所以你们俩现在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大声 对对对对 与有人开始能够接下我们打脸的这一棒 但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 我们不用那个字母了好不好 我们用表情 用表情 现在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拿这个emoji这种表情 就是微信里面 我知道 各种小表情 这个您知道吧 知道 我不用微信 您不用微信 是 那您平时就是怎么 沟通交流就是 电话短信 哦 所以您是完全不知道那些小表 有可能 小表情 您应该见过吧 对 反正有这么多可以请教的年轻人 我一点也不怕 您不用微信 所以您比陈东老师还可怕的就是 陈东老师以前是不会什么微信支付 什么您这些一概不知 我不用 对 那所以很危险啊 所以我觉得我边上有几位 可能能够帮我答题的人 您可以试一下 您可以试一下 不一定非要知道 您可以根据这个表情 这是咱们四个人一起答对吧 来 咱们四个人吧 是吧 这不来了吗 对 来了 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 对 哎呀 乘风破浪 小凯没猜出来吗 是不好意思在 不是 我刚才听到她的声音特别小 然后我才说的 我说声音大了 可以可以可以 乘风破浪 回答正确 只传 传之 乘着 乘着风势 是 破浪前进 这个对您来讲太合适了 是 是 您是真正的每天乘风破浪的人 下一个 平水 平水 全 平汉 全 书 天平 或者是蹭 然后那是水珠是吧 这个是什么 王俊凯同学 王俊凯同学请回答 端水大师 这是什么 这是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年轻人啊 一件事情 就为了 为了为了那个那个平衡各方的这个感受 就是把事做得特别的完美 就不得罪任何一方 话说的滴水不漏 这个是大 端嘛 不是那个大 端水打嘛 打 它是用的谐音 诗老师 端水打诗 端水打诗 这个没猜到 这个没猜到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来 下一个 三个字 打电话 打call 不是打电话吗 就是打电话 打call 打call 这个对了 这个打其实你们透题了 刚才有这个打 恋爱的某人应援 那这个王俊凯肯定听 王俊凯打call 原来不只是打电话的意思啊 您不知道打call啊 不不 我是说底下那个解释啊 您果然是连微信都不用的人 还停留在打电话 和发短信的节目 打电话吗 所以说 哦 原来打电话 原来父亲打电话的意思 打电话现在是年轻人 就是我为你 我为你加油 我给你支援 我给你支持 是这样的意思 下一个 四个字 四个字 哭 除湿 王俊凯同学 请回答2021 嗯 这是啥 好难啊 牵手 哭吧 后边那个 中间那个应该是 咱们后面那边面点 是 除湿 除笑 什么 除 除 乐 除笑 牵 手 这个太难了 因为它只有三个图画 第一个图画是两个字 要么就中间这个图画是两个字 对 总 啊 书仔 啊 我都没听说过这些词啊 这个词你知道吗 不知道 要是小凯也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也很正常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小凯都不知道 是的 我们三个人就更 更没有理由知道 双除狂喜 只当自己喜欢 但互无关联的两个事物 或人物 罕见的突现 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这个定义都很复杂 是的 这个定义感觉都像是航天的定义 下一个很高大 简单一点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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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凯同学 你是这里最年轻的 王俊凯同学 你该不会 你可能平时也没时间 去关注网上的这些用语 是吧 对 很少 来吧 看正确答案 斜杠青年 后边那个是 过年了 红包是指年 这个 是 是 是 这个放个鞭炮 可能还像一点 我们不想在这个坑里 越陷越深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除了第一个 对 现在真的是 跟你刚才那个友谊说意一样 你今天晚上是战果最佳的一位 感觉好像 你果然是我们三个当中 最年轻的 78年的 767778 两个词你都猜对了 但是王俊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 这些词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感觉好像好吸引的 没听说过这些词 对 对 有些词好像 斜杠青年呀 这个词 但是那个 就专职我这样的人 没错 不再满足于专一职业 选择拥有多重身份的年轻群体 就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满足不同岗位的需求 斜杠青 听都没听过吧 听过 现在知道了 这个词您听过 听过 这词我都没听过 完全没反应过来 是 这个想不到 想不到 太难了 是 这个游戏对于我们来讲 太难了 所以今天实际上 2021年给我们出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开端 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 给我们一个警示 真的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真害怕自己再过一两年 没法跟年轻人沟通 沟通了 交流都已经坑打了 没法交流 没法交流 我在做节目 年轻人都说 你在说什么 等年轻人聊天的时候 我会说 你在说什么 好吧 游戏跟上一轮一样 四个字 惨不忍睹 你们有这个表情吗 惨不忍睹 实在没办法 五个词里面 也就猜对了一个 关键还是在 王俊凯之缘的前提下 我们五个词 也只猜对了一个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场 有一个盲盒 给各位嘉宾 准备了一个盲盒 盲盒 这个盲盒 就是里边有一个任务 我们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打开之后 你才知道 是需要你们 去完成的一个任务 是坑吗 这个盲盒 你想想 不光是坑 而且还是你看不见的坑 叫陷阱 好吧 坑还是明确给你挖出来的 盲盒是盖上一层 给你铺点土 只等着你踩进去 靠手气了 来吧 盲盒在哪 是都要去吗 都要去 是 在身后 大家总共拿一个吗 每个人一个 每个人一个 对 这是我们 上面有不同的图案 用书垒成的一个墙 是吧 对 就是个小方盒 我觉得那个明显是给陈东老师的 不一定 那也有星星 也有火星 这个是什么 对 那应该是火星 火星 要么就是太阳 太阳 那我就拿火箭 好 俊凯选择了一个火星 我选个地球吧 俊凯这是天问 对 您这不是地球 这不是地球吗 这明显是地球 您这是蔚蓝的海洋 对 这个地球上71%的面积是海洋 乘风破浪 蔚蓝的星球 对 来 三位打开盲盒 看看里面 给各位的 2021年的第一个任务 我们先看看 这个问题都很 如果可以和一个人交换人生 你会想和谁交换 如果可以和一个人交换人生 你会想和谁交换 可以想一想 现在选择给一个人打电话 对他说 在2021年的第一天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我 主张哥换 这个什么 你还想换 人没见着 他说要换 是吧 咱们交换不就好了 来来来 最好他俩交换人生了 选择一个人生交换 他俩交换 指定在场的一位 与你合唱一首歌 这还用 这还用指定吗 这还用指定吗 关键我不太会唱 一个一个来完成 好 一个一个来完成 好 先从小凯吧 来我们先回到这边 这个我选错了 我看来 选错了 这个猛 这个我非常期待 看看 你非常期待 韦建长 因为我还记得 要给谁打电话是吧 对 因为我还记得 当年咱们做开讲的时候 聊过这个问题 聊过这个问题 当时韦建长给出的答案 对 就是 军事害处 是 这个火星之旅吗 对 是吧 所以 您好好想一想 我这个答案很多 对 这个我爱你是一个很广泛的 是 没错 答案非常多 从小凯开始 你是第一个打开任务的 我这个交换人生 其实我不太想交换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 经历的都还挺好的 所以我会不选择交换 就你压根不选择换 对 如果有一个人非要跟你换呢 比如说我现在 我想跟你换一下 开演唱会 对 我去开演唱会 你来开讲 也挺好的 你看 小凯说 我不好拒绝 不好拒绝 所以我喜欢你的这个回答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 而且无法复制 别说跟别人交换了 就算让你倒回去十年 重新开始 从2011到2021这十年 你可能都不会走同样的道路 对 有很多事情都 你可能不会选择再去 做第二次 重复一次 所以人自己的一生尚且如此 何况跟别人交换 这是一个真的是很难的选择 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选择 我的 选择一个人打电话 对他说 在2021年的第一天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我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我想给我的建员们打个电话 而不只是一个人 因为可能从组建到现在 我的建员们有时候觉得 我是不是太严格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爱你们 其实在那年的开讲当中 维建长就说了 好多人说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这哪的 开玩笑 打探他的内心的想法 维建长说 作为一个军人 而且是一个舰长 踏上军舰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 我们嫁给军舰 是 以海洋为伴 其实就是这么说吧 从我入伍开始到现在 这是我入伍的第十个年头了 我每一年的新年 我们都有这么一句话 在舰艇上的官兵 都叫做以舰为家 其实就是我的前九个新年 实际上都是在舰艇上过的 就是在家里过的 跟我的家人们在一起 甚至我们是在海上度过的新年 所以今天非常难得 虽然不是在海上 没有跟我的舰员们在一起 但是我是要告诉你们 我爱你们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来吧 您咽什么口水啊 陈冬老师 这个指定主持人唱一首歌 主持人 为什么指定 为什么指定我 我腰不好 唱歌容易 唱歌容易伤着腰 不是 我这上面 网友们都担心 我是上面这么写的 对了 我记得你是有一首歌特别喜欢 而且这首歌 其实应该合适你们俩唱 我母音不全 叫海阔天空 那年咱们做开奖的时候 你是不是哼过两句这个 对 海阔天空 不对 我想这肯定是小萨老师 非常擅长的一首歌吧 如果是在南海长大的话 一定喜欢粤语歌 也是 是吧 因为我爸妈也是海军 没错吧 从小也是 所以特别适合吧 我想网友们肯定也是这么期待的吧 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跟这首歌都挺有缘的 要不都一块吧 对吧 一块 一块吧 俊凯换了这个 会 好 高音你来 你先起头 我起头不行 我不知道哪进 那你结尾 你打算结尾 还是你中间跟着混 我跟着 我跟着 好 你给个调 剑谭老师 是圆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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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叫那么多啊 圆调圆调 干嘛叫那么多啊 圆调圆调 我感到本当是圆调圆调活 是圆调圆调圆调 又是圆调圆调味 然后在这样一段间什么 的团圆拥笔 哇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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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一句一起来好不好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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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一句可以永远反复 只要你加个oh no 马上可以回到前面一段 再来一遍 这个还是小桑老师 终于完成任务了 完成任务了 完成任务了 谢谢 要是真的今年再一次回到太空 起飞的时候 咱们约定个暗号 什么暗号 咱们约定个暗号 再到天上 问你 比如如果景大哥再会去 怎么样 陈东 爽不爽 你就直接跟他回到海阔天空 那会我们看直播 我们就知道 嗯 行